星期六 今天這條影片是個一年七日的 weekly vlog 七天我都會一直vlog 讓Gpop gurk大家看看 他很久沒有照鏡了 今天就已經是最舒服的一天了 可以留在家裡收拾一下 然後剪片 做一下 之後那幾天就會比較忙 有不同的 event 要回店 要出去拍新款的照片 還有最近忙著搬家 有很多東西要收拾 然後不用的東西就要丟掉 然後就開始把東西放進箱 昨天我也大約收拾到好像三四點才睡 所以最近樣子都很頹廢 另外在這個星期裡面 我就會跟大家測試用 YSL他們這系列的產品 他們會有一支的精華 有一個lotion 還有一個cream 這七天晚上我都會用它們 給大家看看皮膚的轉變 或者狀況是怎樣 但這就留在晚上再跟大家詳細說 現在我就剛剛起床 那我們去煮了東西吃先 熄悉一下 去啦去啦去啦 出去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是不是準備好了 先伸個冷腰 住得近家人的好處就是 平時他們吃開什麼 或者我突然想吃什麼 他們就可以帶過來給我 這個水餃是家人自己包的 韭菜豬肉餃 吃完東西 那我打算今晚晚多一點點才可以剪片 因為現在陽光超好 那我想趁有陽光的時候 就收拾了屋線 然後去到晚上才開始剪片 好 回來啦 剛剛下午的時候其實我沒有拍到太多的鏡頭 因為一收拾屋就已經收拾了八個小時 我扔了好像六七袋垃圾出門口 然後還收拾了六袋左右的衣服 打算下星期去捐了它 現在我是剛剛洗澡洗了頭 我打算先做了Skin Care 接著就可以剪一陣片 接著就可以睡覺 現在的時間就是大約晚上的九點鐘 距離睡覺都還有一段時間 Skin Care方面 因為今個星期都會比較忙一點 就沒空搞那麼多東西了 所以好像早上這樣說 一連七日都會跟大家 只用YSL這個產品 他們就是Pure Shorts系列 首先有Essence in Lotion 然後中間有個精華 還有一個Cream 首先我就會用他們這款的Lotion 扭開給大家看一下我質地 它真的偏向Lotion左右的質地 就不算我超級流質的 也有少少的厚度在這裡 但推開了之後是非常水潤的狀態 這款我就會倒在手心那裡 然後就在手心那裡搓開它 然後就可以慢慢地拍上臉 洗完臉之後第一個Skin Care步驟 我就會用它先 推開了之後就可以輕輕拍一下臉 讓它再吸收一點 在這個時候我就會用他們的 夜間修復精華 就這樣看著瓶身 側面好像看得清楚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其實它是分開了兩層的 上面這一層就是精華油 但它就不是普通的精華油 是來自摩洛哥的月光鮮人醬精華油 聽過名字好像覺得很浪漫 其實摩洛哥的月光鮮人醬 在一年裡面只會有一萬例開花 而且開花的時間只有六個小時 YSL就會用人手採摘 再經過低溫的提煉 提煉它的精華油出來 它裡面就有四大抗氧化功效 以及它可以保護新生細胞 它的再生生活力量 就可以加快我們皮膚的新陳代謝 所以用完之後 皮膚的彈性和光澤感都會更加好 好像剛剛這樣說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是兩層分開的 所以我們用的時候就要把它輕輕地搖勻 還是給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你看到我擠了兩噴出來 它已經超快地流到我手肘的位置 所以它的質地是很碎很流質 就不會黏黏的 一樣我都會擠在手心那裡 然後搓了它 然後我就會大約在面下面這個位置 慢慢地推上去 然後去到額頭的位置就會這樣推 慢慢都會做一個按摩 這款的精華它是吸收得很快的 其實推了幾下之後 它已經吸了一大半 質地好像剛剛所說 它是很水狀 完全不會黏黏黏的 或者覺得很滑 最後一步 我就會用它們這個cream 一樣扭開給大家看我的質地 質地方面是很容易推開很滑 整塊臉 每個位置都點一點點上去 用量不用說很多 因為它很好推 所以一點點就可以推勻整塊臉 點開拍開 然後輕輕用手指推開它 整個護膚流程大約就是這樣 詳細的用後感 就等我用夠7天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就要剪一陣片 然後才去睡覺 好 Hello 早安 大家 我剛剛已經吃了一個早餐 吃了一個包 今天主要的行程 其實就是我要回店裡 看看新款 然後試試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不好的就stop selling 它不會買的 然後就回店裡看店裡 現在我就準備化妝 然後回店裡 讓大家看看今天的皮膚狀況 還有整理一下也變得很晚才睡 但是可以看到皮膚光澤感 細緻感也是不錯的 摸上去都是很柔軟 毛孔的位置 就好像沒有沉默那麼粗帶 光澤感和透亮的程度 我覺得也不錯 大家記得每天早上都要塗防曬 才好出門口 無論是春夏秋冬 無論那天陽光大不大 最好都是塗防曬 今天也不塗遮瑕膏 因為只是回店裡 我只是上少少Cushion 然後搞定調味 還有夾一夾眼睫毛就可以出去 底妝搞定 可以看到是非常貼 還有完全敷放也很好 今天這個造型超快就搞定 十分鐘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就快點出門口了 拜拜寶寶 一會見 走啊 快過來按摩 鏡頭是 他害怕鏡頭 我們的貨倉已經 進展到這個地步了 我現在在看新款 這個是很漂亮的花花衛衣 然後有一個紮染感覺的頭 還有這個是很漂亮的黃色底 紅色Cream的衣衣 這裡是我們的新貨 還沒齊完 還在訂東西回來 超級熱 我現在剛剛在店裡收了工 就上了新屋那裡 上次我們上來看 其實就是所有的水電 泥水 油漆都搞定 今天上來 就剛剛送了一些傢俱的板上來 還有門也送了上來 那應該很快就可以開始裝傢俱 嵌一些傢俱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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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去 去 去 今早一早就收到Coreer 超級蟲 是一個我等了兩個月的水晶燈 現在就快點開箱 還沒吃東西 但是很想快點開了 現在就一直拍Vlog 以及一直在IG那裡跟大家開箱 補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真身 它的造型好像冰河世紀的蟲果 整個都是很有份量 而且質感真的很漂亮 它這閃燈的開關就是這裡的 觸碰下去就可以了 它充電器上面就有個小小的圓頭 你就可以這樣吸下去 然後插電就可以了 去暗一點的地方試試開它 它有五個光度可以調節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折射出來的光線真的超漂亮 超開心 剛剛開箱完 其實我在搬家之前 是買了很多不等小的東西 我們還買了蒸焗爐 然後買了一堆招財貓 變成在搬家之前 其實這間屋就多了很多東西 但是又很忍不住自己的手 不停買不停買 今天的行程就是剛剛unbox完 然後我就要開始化妝 今天想拍兩條片 不知道會不會拍得完 在下午的時間 我就會出去銅鑼灣那邊 看看燈飾 還有看看裝修 晚上的時候就看看累不累 如果不累都還可以去買菜煮飯 累的話就叫外賣 好了 我現在先去吃東西 終於拍完第一條片說到聲音都閉上了 但是我完全不夠時間拍第二條 然後現在就要先衝出門口 到了晚上這個洗完澡洗完頭 最放鬆要護膚的時間 YSL這一支的精華 其實我已經今晚是第三天去用的了 用了它最明顯的分別 我覺得就是無論我這幾晚 其實都是偏向夜睡一點 黑眼圈都浮了出來 但是皮膚的狀態 都還是非常之不錯 就是還是飽滿 彈滑 總之整個感覺 都不像是熬完夜的皮膚 整個人看上去的氣色 都還是非常之好 還有我自己最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早上化妝的時候 有好感覺到妝是超級貼 就算我早上有用洗臉的產品 洗完臉還是潤的 只要塗上一些很輕的水平 然後再上妝 已經感覺到是很貼 而且整個妝是維持很久 還有我這些毛孔位 或者鼻液的位置 其實平時化妝都會比較容易脫妝 或者浮粉 但是用完這支精華之後 我覺得也有改善了我的情況 趁著這個時間 就跟大家一起用它 我自己會用一噴或者兩噴的份量 然後在手上先搓熱 然後就可以慢慢按摩上臉 除了精華之外 我第一天也有跟大家提過 我有用了它們的臉霜 它們的臉霜是全新年輕富活雨霜 質地方面之前也有跟大家展示過 是一個比較有趣的 好像布甸的質地 很Q彈 很輕身的 還有很柔軟的質感 皮膚很容易就可以吸收 我現在再輕輕地推一推 它裡面還有橙花的精髓和精髓 幫助舒緩和滋潤我們的皮膚 另外還可以刺激膠原打扮真身的核糖 持續去用的話 皮膚就會充滿光澤 還有還可以改善到皮膚腦化的跡象 好了 現在做完護膚 我多撿一會 屋子都會去睡覺 去嘉嘉 去嘉嘉 我們現在去嘉嘉啦 現在早上已經化好了妝 因為有兩個朋友剛剛回到香港 所以今天約了他們吃早餐 我現在會帶布朱子出去 寶寶 好開心啊 我們叫了這個L-Gray的Skong 這個是Ham and Cheese的Cruff 她說我要吃飯 我要吃飯 是嗎 睡一會就不肚餓了 睡吧 剛剛吃完東西 現在就拍這套新款的衣服 今天早上可以拍一套 然後下午就可以再拍一套 寶寶 上鏡 這隻狗現在想壓冷氣追 走到每一間店舖前面都要停一停想一想 回家了 今天的行程很苦 早上放完牠 跟朋友吃完飯之後 下午我回Milkis 然後再晚一點就會有個活動要去的 換了第二套衣服 今天就可以一次過拍了兩套新款 下午就會拍這條 拋紋裙子 還有穿了一件黑色托 今年很流行的學院風 隔紋背心依然很流行 去年其實已經出了一層 但今年它就更多不同的圖案出 還有格仔裙 這條藍色格仔裙的圖案也很漂亮 然後我們逐少逐少在換新款出來 雖然有些還是夏季適合穿的短袖款 但後面會換一些冷衣 或者有少少保暖效果的薄外套款 這件就是今早我去拍照格仔外套 它有兩個顏色的 紅色 所以我今天拍的就是藍色 我們現在準備去EVENT啦 YA 然後我們今天是 超級的 Matchy Matchy 是啊 它也是黑白的配色 它是穿了一個牛牛裙 我們現在在等著嘉欣來 因為我們原本是約3點鐘要在銅鑼灣等 現在已經是3點25分 然後他們各自 每人都說我要遲少少 你又要遲少少 他又要遲少少 但你比我更遲 坐下了吃東西了 因為他很肚餓 找了一間在百德新街的店鋪坐下 是吃越南東西 而且它的裝修也蠻漂亮 它有分in-door和out-door 我們先坐在in-door 這些髮色的復古味 很髮 是很髮 也是很髮 晚上也是吃越南東西 晚上也是吃越南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用來看 還有要去新的房間看看 傢俬砌得如何 所以現在就換衣服 做好頭髮 今天還真的很熱 所以我不想放下頭髮 就紮了一個高馬尾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想紮到這種很挺身 很高身的馬尾 就可以紮完橡筋之後 後面這個位置放多一隻直身的髮夾 那這些頭髮就會一下子停了上去 我們要出門了 你去不去街啊 寶寶 昨天去街啊 今天還去不去啊 明天圍場要去幻想 今天就幫他做了健身 這個很急服的腳 有大波子 剛剛上到新房子給大家看看 最新搞定了的就是我身後面這個廚櫃 我們剛剛就出去逛街 因為明天會去玩水 就去迪卡龍那裡買了些東西 買了一個防水袋 我們明天會四個朋友一起去 所以應該所有的貴重禮品啊 電話那些就會放在一個防水袋裡 還買了一件防曬衫 我怕肩膀真的會曬到損 所以還是買了一件這個 現在就快點洗掉去浪桿 明天就穿得了 另外因為今天阿王放假 所以有多一點時間可以煮飯 我們就買了沙白回來 今晚就會煮這個番茄蜆湯 嗨 今天的行程是非常開心 是真的去玩幾天來的 我現在就穿了一件泳衣 因為今天去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 順便給大家看看我們帶了什麼過去 昨天買了那頂帽子 然後有兩支防曬 然後有一些衣服 然後有一個防水袋 也是昨天買的 下面還有毛巾和太陽眼鏡 就是這樣超輕便的一袋 然後我還會帶多個小袋子去 裡面就放了一些紙巾 還有放了一支唇膏 還有帶多了一個口罩 我們來到海洋公園門口 就是要再搭Chateau Plus 去水上樂園那邊 今天是超熱 超適合玩水的日子 我已經看到嘉欣和嘉慧了 今天我們很多人一起去海洋公園玩 今天早餐我們吃海洋公園 因為我們一會兒出去都會吃一點東西 所以在家裡只吃一些很輕便就可以了 這個是媽媽做過你的海洋公園 準備好出門口 今天我就是預約了一間酒店 因為想去拍兩套的新款 還有我身上這一套也想拍一拍 那間酒店就會在港島區那邊 我們現在就出門口了 我們剛剛就已經check in了 其實這間是一個大床房 然後這間酒店我之前也預約過一次 也是給拍照的 一進到廁所 它是偏向工業風的設計 你看到它的框條都是偏幼的 還有拼了玻璃 然後裡面就是雲石的設計 然後可以再進來 它這裡就是沒有浴缸的 只有棋缸 但是棋缸的位置也算挺大 而且可以看到整個feel 都是做得挺漂亮 然後就去回 最主要的這邊 最特別是這邊的背景場 都是做了一些水泥feel 以及工業風的設計 然後就有一張床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一個大的窗 這邊它做了一個挺漂亮的鏡 也是偏向工業風的 但是也有一塊全身鏡在這裡可以照 要拍的衣服我都放了出來 這兩件 我現在撿一撿自己的樣子就可以開始拍照 突然間今天很想吃鮮草和護原 所以剛剛就買了一個上來 第一件是洋蔥湯 第二件是龍蝦意粉 這個是這間最有名的 烤雞 那應該我們現在拍完之後 就會幫我們切開它 切開了就是這樣的 皮和裡面的肉好像都挺好吃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跟它一起吃 將軍好自由 要回家了 跟大家過一天真的開心 現在已經來到第七天的夜晚 這次這個一週的vlog 都差不多到尾聲了 剛剛我已經用了最後一次YSL這款的精華 現在順便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首先在使用感覺方面是非常舒服 就算它裡面是有少許油分 但上完面之後也是很快就可以吸收了 尤其是我自己乾性皮膚就會很喜歡用它 而且用完它七天最明顯的分別 昨天我不是去了海洋公園 因為會下水的關係 所以我都沒有化底妝 但是全程全日拍的照片出來 都可以看到皮膚的光澤感很漂亮 是自帶一種漂亮和健康的光澤感 而且毛孔的位置 又或者整個面色方面 都是非常好 不像真的熬夜熬了很多天的皮膚 另外我覺得它對口罩機也挺有用的 因為用它這七天 其實應該有五六天 我都有外出 有戴到全天的口罩 但就算它裡面有些油分 都完全沒有爆過任何一粒的暗粒或者暗瘡 這些位置是最容易長暗瘡的地方 但還是完全很滑 它也可以很溫和地更新我們的角質層 其實一開始第一天的時候 我這個位置是長了一個粒粒 然後有一些紅印在 但到了第七天現在已經變得很淡 而且它已經退走了表面結膠或者粒皮的一層 另外用完它之後 其實整個皮膚也是一個非常水油平衡的狀態 所以暗粒的那些也是沒怎麼生 而且好像有少了的跡象 因為我之前這個位置 其實也有幾粒暗粒在 但現在摸下去已經完全平滑了 順帶一提 我現在手上這個尺寸其實是50ml 它們也有出一個30ml 如果你帶它去Staycation 或者你真的想剛剛開始試一下它的話 就可以買那個尺寸 另外最後也有一個優惠送給大家 由大家看到片的今天 去到9月31日 只要你買這個夜間修復精華的30ml 就可以獲得一套三件的速效活肌旅行套裝 好了 那我們這次的Weekly Vlog 大概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社交平台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